用程 第三十二期 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提供特别考试安排 原则及安排举余 第一部分 小明是一位有读写障碍的小学三年级学生 学校老师和家长正在相以小明所需要的学习支援和特别考试安排 记得上年学期尾 我们为小明召开了一次会议 由教育风理学家李姑娘讲解小明的学习能力和困难 评估结果显示小明有读写障碍 大家商量了适合小明的学习支援 上次开会,爸爸代表出席 当时黄先生觉得小明不需要在考试时有特别的安排 所以当时学校没有提供 今年小明升了三年班 学校希望检视小明的调色需要 今天就特别约你来商量一下 在中期市小明需要什么特别安排 等我先介绍在座各位 我是陈主任 是学校的学生支援小组统筹主任 也是小明的中文科老师 这位是李姑娘 负责支援我们的学校的教育心理学家 跟着是张老师 小明的英文科老师 叶老师 叶老师 数学科老师 还有何老师 学生支援小组的支援老师 今天帮我们做会议多久 他肯不肯做功课 好吗? 功课方面 因为老师都调节了功课量 和做功课的形式 比如减少抄写的分量 又有多点提示和引导 令他做功课没那么花时间 顺利了 有心机了 最重要是他觉得自己有方法去面对学习 少了因为功课和温暂而发脾气 由于密书的范围减少了 小明付出的努力能够看到果效 虽然分数不算高 但都合格 他也增加了信心 这个也是我们为小明提供学习支援的目的 要令他对学习有信心 和提升学习的能力 不如各位老师都分别讲一下小明的学习表演 看看哪种特别考试安排会适合他 我上学年和今个学年都是教小明中文科 我发觉小明平时抄写的速度比其他同学慢 所以很多时候都做不完课课 上学年有几次考试 他都做不完诚卷 我认为延长考试时间 会对小明有帮助 另外他平时看到要写很多字的时候 很容易没有心机 而且他经常抄错字 或者抄漏字 所以我认为在中文卷 功词填充和重组句子的部分 改变答题形式 应该都会帮到小明 至于做重组句子时 小明可以写个数字在个词语上面 不用抄整句句子 自然就更有心机 谢谢 有二年级的英文阅读理解 比较浅 很多时候学生可以在文章里面 直接找到答案 所以我建议小明做阅读理解的时候 可以直接在文章上面圈出答案 不过去到高年班的时候 阅读理解的文章和问题都会比较复杂 多数都不能直接在文章里面圈出答案 所以这一个调式安排 并不适合在高年班 不用小明抄这么多字 他一定很开心 不过对其他学生会不会不公平 并不适合在文章里面圈出答案 不用担心 考虑调式安排时 要检视评估目的和学生的表现 小明因为有读写障碍 所以抄写容易出错和抗拒书写 公辞填充和重组句子 这两个部分的评估目的 是想考核学生理解词语 和理解句子结构的能力 而不是抄写能力 虽然老师改变了答题的形式 但是仍然在考小明的相同能力 那就没有对其他学生造成不公平了 明白了 李姑娘 我就教小明数学 小明写字不是那么整齐 所以做值息运算时 他经常会对错位 以致容易计错数 所以我会提供格子子 给他做值息 还有小明觉得文字题很难 因为他有些字不懂读 又看得慢 我想问可不可以找老师 读些文字题他听 王太 我都明白 对于有读写障碍的学生 文字题的确是多困难 如果学生的认读能力真的非常弱 学校一般都会安排 向学生读出试卷 但是根据小明的读字能力 评估结果及老师的观察 他并不需要这个安排 小明的认读能力是比较弱 阅读速度较慢 他可能需要多看几次条问题 来帮助他理解 所以延长考试时间 应该可以等他有足够的时间 理解问题 是啊 至于想小明在解读文字题方面有进步 老师会在课堂中留意小明的学习情况 和给予个别指导 教导小明找出题目的关键字 和解题策略 我们又会在小组支援的时候 刻意地教导同学有效的学习技巧 和策略 嗯 明白了 王太 对于考试的特别安排 还有没有其他疑问? 还有啊 小明写字很大 尤其是写中文字 写字又不是那么整齐 还有他都很容易写错别字 那老师会不会因为这样 而扣他很多分的? 放心啦 王太 考试的评合重点 不在意字体的公整度 所以老师不会因为小明字体不公整而扣分 另外 考试的目的 主要不是平衡学生能否准确默写字词 故此每课都会为错字扣分设上限 例如常识卷 若果学生写错一个字 老师会扣他一分 但是整份试卷 最多只会扣五分错字分 所以即使学生写错了超过五个字 老师最多只会扣他五分 王太不用太担心 小明会因写错字而扣减很多分数 那就好了 我还担心会扣很多分 至于小明字体太大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特别编排试卷 例如将整份中文卷放大 让小明看得清楚些 舒服些 写又写得没那么辛苦 太好了 真是谢谢各位老师 不要这么说 为了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提供合适的考试特别安排 是我们的责任 那是不是每个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 都有小孩这些的考试特别安排的 学校会因应学生不同的困难 不长考试时间 未必是最对焦的方法 反而安排一个 免受环境干扰的座位 例如远离窗边的座位 会更帮到学生 老师如果见到学生 在评估时分了心 可以轻轻拍学生的肩头 或者桌面 提醒他要专注作答 即使是有同一种类的特殊教育需要 都可能因为有不同的需要 而有不同的考试特别安排 好像读写障碍那样 大多数有这种困难的学生 的认读能力都是教弱 阅读速度较慢 所以一般都会延长考试时间给他们 但是并非个个都需要放大试卷 或者读卷 要视乎他的困难程度而定 明白了 其实今天小明爸爸都很想来的 不过请不到假 那么多安排 我不是多懂原原本本的 讲给他听 又怕讲错了 王太你可以放心 今次商谈的结果 我们会记录在正式的考试条式表里面 还会给一个副本加奖 如果小明爸爸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打电话给我 我再给他解释 是不是小明以后考试 学校都会提供这些安排给他的 其实我们会用客观的方法 检视这些安排的效用 和看小明实际上需要哪些安排 每年学生支援小组都会和科任老师 一起检讨小明的表现 检讨后如果有需要改动 就会找到家长商量 还要考虑小明本身学习困难的情况 以及他在读写能力上的进展 随着不同方式的支援 小明应付学科的能力 或者他在读写表现上面都会有进步 他所需要的特别考试安排 也会随时间而改变 检讨的时候 我们会一拼考虑这些因素 如果有个别安排不再需要 譬如小明能够准确地抄写重草的句子 对抄写不再抗拒 学校就会要求他按一般做法做这个部分 让他尽量适应一般的要求 所以特别考试安排不是永久性 而是需要持续检讨 那你姑娘是不是每年跟小明做一次评估 看看他的读写程度 不是的 因为一般有读写障碍的学生 他们的读写能力 不会在短时间有很大变化 不需要教育心理学家年年评估 但是如果多方面的资料显示 他的困难程度 和以往的评估结果有很大的出入 才会考虑评估的需要 最重要是 学校平时记录好同学在各方面的表现 有客观的资料去检讨他们的支援需要 和特别考试安排的种类和调色幅度 这样做才最帮到小明 而且维持考试的公平性 在五六年级的评分时 学校还会不会为小明提供考试调色呢? 在不同时间 小明所需要的实际支援 会因应进展及考试要求而有所改变 如果小明在五六年级时 仍需要特别考试安排 学校会因应学生的需要 在评分试为他提供考试调色 至于在评分试时需要什么安排 要视乎他的进展情况 在评分试的时候 学校可以考虑为有读写障碍的学生 提供什么特别考试安排呢? 一般安排 如延长考试时间 放大字体等 由于没有改动评估的目的和准则 所以和因应学生的个别需要 在评分试采用 至于其他的安排 例如在非语文卷为学生读卷 或者给学生使用读评器看试卷 就要视乎学生的阅读和物写表现 还有困难程度而决定是否需要提供 如果认为有需要提供 学校会咨询教育心理学家的意见 和有关家长商讨再做决定 那小明是什么时候 需要再接受读写能力评估呢? 个别学生如果在接受支援后 在高年级时的实际表现有很大的进步 老师可能会和教育心理学家商讨 是否需要为学生再次安排读写能力评估 而学校也会因应福检结果 调节为学生提供的支援和考试调色 同样地如果老师察觉学生在接受长时期 而密集的支援后 进展持续不理想 比预期差很多 他们会向学生家长进一步了解 在学生的学习情况 和教育心理学家 是呀 学校会处理得很谨慎 除了在学年不同时段 与家长会谈和检讨各项安排外 还会为各项安排 订立促行的细节 以便有系统和一致地处理 我们这个系统已经运作了几年 而且会不断完善 会议结束 再见